在肖战的生日这一天,整个城市似乎都沉浸在一种喜悦的氛围中,而杨子,作为他最亲密的朋友,早已计划好了一个特别的惊喜,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,肖战在床上伸了个懒腰,他打开手机,看到了杨子在午夜准时发来的生日祝福,简短的文字,却充满了深情,肖战,愿你的每一天都像今天一样灿烂,生日快乐。 他笑着回复了一个感谢的表情,心中暖流涌动,然而,肖战并不知道,杨子的这份祝福只是一个开始,他早已精心策划了一个惊喜。 准备在这一天给他带来最大的快乐,在忙碌的工作间隙,杨子偷偷溜出了片场,手里捧着一束精心挑选的鲜花,他知道肖战今天有一个小型的生日聚会,但他想要成为第一个亲自送上祝福的人,当他出现在聚会现场时, 肖战正和朋友们谈笑风生,他看到杨子的那一刻,眼中闪过一丝惊讶,随即被幸福的笑容所取代,你不是在忙吗? 他笑着问道,杨子走上前,将花束递到他手中,调皮地回答,再忙也得陪你过生日呀。 两人的互动引起了在场朋友的一阵哄笑。 大家都调侃道,你俩要秀死谁呀? 气氛顿时变得更加轻松愉快,肖战和杨子相视一笑,他们之间的默契和深情在这一刻展露无遗,聚会上,杨子还特别准备了一段视频,记录了两人从相识到相知的点点滴滴,视频里,有他们在片场的欢笑,有他们一起度过的难关,也有他们互相支持的温馨瞬间。 当视频播放完毕,肖战感动地握住了杨子的手,眼中闪烁着泪光,谢谢你,杨子。 肖战轻声说道,有你在身边,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 杨子紧紧回握着他的手。 温柔地回应,我也是,肖战。 能和你一起走过这些年,是我的荣幸。 随着聚会的进行,两人也分享了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和梦想,他们希望能够继续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多的成就,同时也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友谊。 无论未来如何变化,夜幕降临,聚会也渐渐接近尾声,肖战和杨子站在阳台上,仰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,他们许下了新的愿望,希望能够一起迎接更多的挑战,一起创造更多的美好回忆。 在这个特别的生日,肖战和杨子的故事再次温暖了所有人的心。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,真挚的友情和爱情是无价的,他们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,随着生日聚会的结束,肖战和杨子回归到了各自的忙碌生活中,尽管工作日程紧凑,但他们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,分享着彼此的日常和感受。 一天晚上,杨子在拍摄结束后收到了肖战的消息,今天拍了一整天的动作戏,感觉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。 他立刻回复了一段鼓励的话,并提议周末一起去做个SPA放松一下。 肖战笑着接受了这个提议,两人约定了时间,周末到来,两人如约来到了一家安静的SPA中心, 在舒缓的音乐和温暖的按摩中,他们释放了一周的疲惫,结束后,他们在中心的露台上享用了一顿健康的晚餐,聊着各自的近况和未来的计划, 我觉得我们应该合作一次,拍一部有意义的作品。 杨子突然提出了一个想法,肖战眼睛一亮,表示赞同,是啊,我们可以挑战一些不同的角色,给观众带来新鲜感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两人开始寻找合适的剧本和项目,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影响力,传递更多的正能量和社会责任感,经过一番努力,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讲述环保主题的电影项目,决定共同出演。 在电影的筹备和拍摄过程中,肖战和杨子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热情,他们亲自参与了剧本的讨论,对角色的塑造,提出了自己的见解,在片场,他们互相学习。 互相启发,力求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,电影上映后,受到了观众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,人们不仅被他们精湛的演技所打动,更被电影所传达的环保理念所感染。 肖战和杨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,唤起大家对环境保护的关注,让我们的地球变得更加美好。 随着电影的成功,两人的事业也达到了新的高度,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,反而更加谦逊和努力,他们知道,只有不断学习和进步,才能在演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,肖战和杨子也不忘享受生活,他们会一起去旅行,去体验不同的文化,去感受世界的美好,他们相信,生活不仅仅是工作,更是一种态度和体验。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,肖战和杨子的故事继续激励着每一个人,他们用自己的精力告诉我们,无论多忙,都不要忘记关心身边的人,不要忘记享受生活,不要忘记追求梦想。 在肖战的生日这一天,整个城市似乎都沉浸在一种喜悦的氛围中,而杨子,作为他最亲密的朋友,早已计划好了一个特别的惊喜。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,肖战在床上伸了个懒腰,他打开手机,看到了杨子在午夜准时发来的生日祝福,简短的文字,却充满了深情,肖战,愿你的每一天都像今天一样灿烂,生日快乐。 他笑着回复了一个感谢的表情,心中暖流涌动,然而,肖战并不知道,杨子的这份祝福只是一个开始。 他早已精心策划了一个惊喜,准备在这一天给他带来最大的快乐,在忙碌的工作间隙,杨子偷偷溜出了片场,手里捧着一束精心挑选的鲜花。 他知道肖战今天有一个小型的生日聚会,但他想要成为第一个亲自送上祝福的人。 当他出现在聚会现场时,肖战正和朋友们谈笑风生,他看到杨子的那一刻,眼中闪过一丝惊讶,随即被幸福的笑容所取代,你不是在忙吗? 他笑着问道。 杨子走上前,将花束递到他手中,调皮地回答,再忙也得陪你过生日呀。 两人的互动引起了在场朋友的一阵哄笑,大家都调侃道,你俩要秀死谁呀? 气氛顿时变得更加轻松愉快,肖战和杨子相视一笑,他们之间的默契和深情在这一刻展露无遗,聚会上,杨子还特别准备了一段视频,记录了两人从相识到相知的点点滴滴,视频里,有他们在片场的欢笑,有他们一起度过的难关,也有他们互相支持的温馨瞬间,当视频播放完毕,肖战感动地握住了杨子的手。 眼中闪烁着泪光,谢谢你,杨子。肖战轻声说道,有你在身边,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 杨子紧紧回握着他的手,温柔地回应,我也是,肖战。能和你一起走过这些年,是我的荣幸。 随着聚会的进行,两人也分享了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和梦想,他们希望能够继续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多的成就,同时也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友谊。 无论未来如何变化,夜幕降临,聚会也渐渐接近尾声,肖战和杨子站在阳台上,仰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。 他们许下了新的愿望,希望能够一起迎接更多的挑战,一起创造更多的美好回忆。 在这个特别的生日,肖战和杨子的故事再次温暖了所有人的心,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,真挚的友情和爱情是无价的, 他们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,随着生日聚会的结束,肖战和杨子回归到了各自的忙碌生活中,尽管工作日程紧凑, 但他们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,分享着彼此的日常和感受。 一天晚上,杨子在拍摄结束后收到了肖战的消息,今天拍了一整天的动作戏,感觉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。 他立刻回复了一段鼓励的话,并提议周末一起去做个SPA放松一下,肖战笑着接受了这个提议,两人约定了时间,周末到来, 两人如约来到了一家安静的SPA中心,在舒缓的音乐和温暖的按摩中,他们释放了一周的疲惫, 结束后,他们在中心的露台上享用了一顿健康的晚餐。 聊着各自的境况和未来的计划,我觉得我们应该合作一次,拍一部有意义的作品。 杨子突然提出了一个想法,肖战眼睛一亮,表示赞同, 是啊,我们可以挑战一些不同的角色,给观众带来新鲜感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两人开始寻找合适的剧本和项目,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影响力,传递更多的正能量和社会责任感, 经过一番努力,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讲述环保主题的电影项目, 决定共同出演,在电影的筹备和拍摄过程中。 肖战和杨子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热情, 他们亲自参与了剧本的讨论,对角色的塑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, 在片场,他们互相学习,互相启发。 力求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, 电影上映后,受到了观众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, 人们不仅被他们精湛的演技所打动, 更被电影所传达的环保理念所感染。 肖战和杨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 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,唤起大家对环境保护的关注, 让我们的地球变得更加美好。 随着电影的成功,两人的事业也达到了新的高度。 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, 反而更加谦逊和努力, 他们知道,只有不断学习和进步, 才能在演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, 肖战和杨子也不忘享受生活, 他们会一起去旅行, 去体验不同的文化,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。 他们相信,生活不仅仅是工作, 更是一种态度和体验。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, 肖战和杨子的故事继续激励着每一个人, 他们用自己的精力告诉我们, 无论多忙,都不要忘记关心身边的人, 不要忘记享受生活, 不要忘记追求梦想。 的话, 肖战和杨子还要感受到密教 solves只有1、